文 sand 偉chi 採訪 喂喂喂 大家好 那我們還有一分鐘開始 然後我先講一些閒話 緩和一下 主要是緩和我自己的情緒 就是身為一個麻瓜 就是在諮詢科技技術方面 其實並沒有太多能力的人 就是今年被凹進來 擔任工作人員真的是壓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各種凹 然後就也被迫要去凹別人 真的是坑坑相連到天邊 坑坑相報何時了 那就是在 就是因為時間也快到了 那我就會順順的就開場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今年的想像是說 希望可以盡量的 應該說今年這一場次規劃的想像是說 希望可以在就是開放參與 然後在民間跟政府跟各個領域的開放參與裡面 多探尋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那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有看到說 都有類似的審議性的會議性的 共識討論的這樣子的專案來報名發表 那所以我們就有一點 或者說魯莽的或者說粗魯 或者是說就是想要嘗試看看 所以反正總而言之 我們就把就是這幾個專案合在一起 然後合在一起才赫然發現 就是這幾個專案的就是資訊技術方面 好像可能並沒有大家預期的高 對那這對我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 要不然我也不敢接這個主持人 因為就是基本上本質是 我本身是一個資訊麻瓜這樣 對但就是資訊跟審議 或者說資訊跟共識討論之間 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那在不同領域如何進行 然後在不同強度的資訊科技 或者是科技技術使用的過程中 會對於這個審議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還有議題的不同 議題強度的不同 議題對立性的不同 那都會有很不一樣的狀況 那我們今天剛好就是有全國文化會議 全國四凱國式會議 然後還有FACE聯盟的這個 死刑替代方案的審議實驗 那三個主題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本名叫洪崇彥 是一個NGO工作者 同時也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 碩士生 對那不要問我現在說幾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問題 對我已經說好久了 然後對反正今天就是在這邊 因為跟因為英文很爛 所以沒有辦法主持有英文的 不是很想要主持有英文的場次 然後跟這幾個議題也相對來說 稍微比較熟悉一點 所以就今天來擔任這個主持人 那大家可以叫我86 那我們今天會使用slido 它的代碼是u140 請u140 大家可以到這個slido上面去 對講者提問 對那但我跟slido不熟啦 講者可能都比我跟slido熟 所以就是對還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我們接下來會請三位講者 每一個每一段20分鐘 最後會有一個30分鐘的Q&A時間 大家可以先把問題提到slido上面 或者是現場提問都沒有問題 對那當然還是希望大家可以集中在今天有來發表的議題上面 對因為就是經驗上面也就是在這些審議過程中也經常會碰到說來提問的人跟審議的內容其實是有很大差距的狀況 對真的是開會問題多 那希望大家的Q&A都能夠妥善的回答最好 那我們接下來會請就是全國 到底有沒有全國 斯改國事會議的林一軒 你的那個指稱在裡面的指稱 長功 對我們都是長功 好whatever反正就是我們會請林一軒她來說明就是在全國斯改國事會議裡面關於就是其中跟斯改國事會結束之後那技術跟政治之間的關係技術如何參與並且影響政治然後也被政治反過來所影響那我們接下來請一軒開始 好我還是站在這裡講因為我自己要按 86剛剛聽起來聲音非常的緊張不過緊張好像是一種可以分享的東西就是一個人的快樂加另一個人的快樂快樂會加倍緊張好像也是 所以我們就開始吧今天頭影片有點多我希望我能夠盡量不要超過20分鐘我先問一個簡單兩個問題第一個 你覺得你自己有聽過斯改國事會議的請舉手三秒內喔好多好第二個問題 這邊比較屬於資訊麻瓜的可以請舉手嗎 很好好OK非常符合我們的設定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我先簡單說明一下我自己我是從小英政府上台後就在 從總統府到行政院我一直都是斯改國事會議專案的裡面的一個執行的幕僚 所以今天算是用長功的身份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經驗 那我裡面的觀點其實蠻簡單不好意思我還坐下來好了沒有一些筆記 我覺得我的角色大概有兩個一個是規劃執行單位那另外一個是 這過程中使用到的一些資訊科技我算是一個外部的引入者 主要來說啦 所以我的觀察的角度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因為這整個會議裡面大多數的場合包括 前台的進行跟後台的規劃我都參與其中所以我一個有很近距離的觀察 那可能因為我也經常在跟 場域外的公民團體或民間有一些互動 所以大概我會經常有內外視角的一些切換是用這樣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我今天大概報告的重點大概是這樣子 我會用技術跟政治來互動的 角度 先大家談一下我基本的立場跟視角 接下來我會談一下斯改國事會議我後面都簡稱為NCJR的一個 前世今生 那再來我就來談一談這樣的技術跟政治的互動 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好 我們從一開始來講一下簡單的一個技術的觀點 可以簡單這樣來講啦我覺得 如果用G0V來問我 這個專案跟G0V有什麼關係我會這麼說 G0V大概是從一個資訊工程師介入社會的公民科技 當你介入的程度越來越深的時候 你勢不可免會轉化為 面對社會的工程去進行 技術設計的公民參與者 我會用這樣的一句話來定位我今天的報告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認為 政治 涉及的是眾人之間的資源分配 以及 哪些人的意見 哪些人的利益應該被包含進來 或者被排除出去 在做政治決定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涉及各式各樣 意見形成 決策形成的 這些我通通稱之為形成機制的東西 所以 我會把整個 G0V 或者大家熟知的 像join平台 各式各樣的審議等等 我都把它稱之為形成的機制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看 今天我的報告就是從這個形成機制的角度來看 政治跟技術 怎麼用來進行互動 這個有一個很醜的圖 不好意思我隨便先抓 抓下來然後我自己畫 OK是清楚的 大家可以看看這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個 莫比釋環 我們可以先看左上的那個圖 左上那個圖有個紅色跟綠色的點 他看起來是並行的 兩條軸線 但是因為這個莫比釋環呢 他在貼的時候有一面是翻轉過來 也就是說 政治走了一圈會到 走到技術 技術繼續走回到政治 所以我們如果拿一把剪刀把它剪開 他就會變成右上的圖 他會變成手尾一貫的一個環狀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的報告就是來扮演這把剪刀 看他有時候怎麼樣是並行的 那什麼時候他又是 手尾相連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一下這個 為什麼要開這個會 這有幾個點 我們簡單講一下 要講什麼是國事會議 那小英要幹什麼 那以及最後一個重點是 為什麼 司法改革就要開國事會議 國事會議是什麼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 但你會發現 只要在 重大的政治爭議的現場 其實歷史現場沒有很多次 從野百合 到李登輝要動省把宋楚瑜廢掉 以及兩次的司法改革 那還有318後為了要擦屁股 開了一個經貿國事會議 那到 2017有什麼年金改革 文化會議等等 這些都是國事會議的一些狀況 所以簡言之 國事會議就是在一個 地點看起來蠻莊嚴的 蠻嚴肅的場合 野百合 然後你看就是開國事會議的人在總統府很開心的合照 大概是一個國事會議的一個現場 所以其實 它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的憲法跟我們的法律 找不到任何一條去定義 何謂國事會議 那它跟體制內的政治的決定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沒有人知道 但是 我們可以從小英在上台前的一些 基本的政治立場 他認為 面對社會重大的爭議的議題 他應該走的都是一個協商式的民主 所以呢 那協商式的民主 那個主詞是誰 就是人民 人民就應該要去跟他覺得需要被改革的對象 進行某種的協商 跟抗衡 那最後呢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屬於人民的 司法 那它會符合人民的所需 所以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 司法改革已經 在1999年開過一次會 2017年又要開一次 這大概可以這麼說吧 因為司法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圈圈 過去他是打手 那現在是司法獨立 總之他都很屌 外面的人都很難插手 所以你就會發現他有一個狀況是 只要你是執政者 你都很難去對司法開口說 我要改你 可能怕被反噬 那也可能怕被說 他違背了三權分立的 司法獨立的價值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都要去找到一個東西叫做 足夠的政治推力 他需要去行訴一股力量 好像說 改革司法是一件 非常緊迫 非常要緊的事情 他才能夠往下走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會有司改國師會議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司改國師會議怎麼開 裡面涉及了什麼樣政治跟技術的介入 我們先看這張圖 有點複雜 我用很快的速度帶大家走一次 司改國師會議 怎麼召開 這個會從2016年的11月開始 一直開到2017年的8月 所以它是一個 非常冗長的會議 他經過幾個階段 我們從最左邊開始看 政治人物或任何的當權者 他必須要假定有一個民意 但是那個民意是什麼呢 民意一定要經過某些的濾網 或者透過某些的測量指標 他才會呈現某種形態 所以我們常見的我們做民意調查也好 做什麼也好 他就要經過某些操作才會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 為了要呼應全民 參與司法改革的這個主張 那個時候跟沃草合作 他搞了一個國事會議的網站 他透過網站來進行 一些意見的徵集 也就是說 我希望全民都來留言說你覺得什麼題目要改 那如果有一些題目 他重複的出現 就會把這個題目開成一個 討論串 有點類似我們一般在 由上而下 來形成議題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東西呢 他就會 產生了很多的題目 最後他要進行一個在左下角 歸納的過程 他從歸納的過程會跑到一個 所謂的議題清單 那議題清單之後再來就要找人進來開會 他必須 納入 很多的非法律人 因為他必須要透過 外部的參與來 均衡掉 司法體系內部不想要被改革的力量 這是第二個階段 那當然這個誰來參與等一下會再講 還有裡面的很多技術細節的操作 那到第三個階段正式要開會的時候 他有一個蠻 精巧設計的一個意識規則 果然講到敏感東西就會 跳電 OK 所以 這個是意識規則部分然後再來是最後的 總結 我們 那裡面的這些圖示呢他其實有對應不同的屬性 不過好像顏色看起來不是很清楚沒有關係我們最後會有圖來總結 我們依序看一下 資凱國事會第一個炒點就在炒什麼是議題 這個很妙 最後他設計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程序 他一開始蒐集大概一兩千筆的意見吧 而且 大家知道你嗎 這個蒐集意見來的最多的管道是來自監獄 看守所裡面的收容人他們寫了大量的書信來認為說司法哪裡有問題 當然有很多是要去澄清自己的個案 那這個東西他被歸納成 所謂的96個重點問題然後成為20大議題 才被丟到每一個組別去討論 所以他是一個很繁雜的東西 那各位現在這邊看到的是在 網站上那個時候所謂的議題開講啊 全民的參與 但是可以等一下告訴大家這東西是完全失敗的 理由等一下會跟大家說 那這大家就會看到一開始 從一兩千筆的意見最後剩下90多筆 那這個做手工的部分就是我們這些 會議內的幕僚跟長工來執行 那你們覺得大家這個歸納過程是一個 可信賴的嗎 我想他很困難 他就是盡量在做 但是會有相當多人為的因素去 操作這個議題的行程從1000多變到96 那最後他又被匯聚成 20億大廈然後才分給各組 然後呢 最後他又設定了一個意識的規則 這個可以很快把它跳過 好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人的部分 這個時候很有趣我們前面講的 民意如何被打造 他希望由全民來參與 希望非法律人過半 可是他仍然要顧及 既有的司法圈內人 還有社會團體一些的代表性 所以他弄了一個很複合式的設計 法官 律師 檢察官他們可以由他們的組織來推薦代表 那接下來呢 民間的團體 很妙喔是民間團體不是個人 他可以推薦說我覺得誰誰誰很適合當 國事會議的委員 那最後這個都來了之後 就把這個大概我記得當初有四五百個人吧 最後要找出101位的委員 那就 透過 一個籌備委員會的過程來挑選 那這個人要怎麼挑 其實很困難 我們就會發現 就像所有走iVoting的東西會遇到一個困難 我們要決定意見 可能還比較可以用 比較機械式的歸納 可是一旦走到我們要決定誰來參與的時候 他永遠不可能 透過一個非常 機械運算的方式來計算出 誰是適合的參與者 所以他實際的情況是到後來 官方必須花了很多心思去調配 跟去思維說每一組的人要怎麼安排 才會讓改革的力量 既有保守的力量 民間的力量 他各自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然後讓每一組的討論他可以在 不被某一個力量所壓倒的情況下去順利的進行 然後呢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個會議 如果說他有一個很特殊的貢獻是 他要求官方對所有的議題都事先要做表態 他要去撰寫 這是進行五分鐘還剩五分鐘 我剛剛有抓OK好 OK好 然後 剛剛講到說他必須要把所有的資料都交出來這個問題 那最後呢他 形成了所謂的決議 這個決議是濃縮版大概有五千字 那完整版決議大概有五萬字 這個是剛剛的圖 所以非常恐怖 他因為採取你可以看到是一個 相當程度開放的角度 去讓大家自由的發揮 最後他形成了五萬字的決議 所以我們來看三個議題 第一個 由下而上的政治 其實我們會發現 他一開始一千多個意見 雖然是非常 零散的給予 但是 因為所有人都後來相信 好像你的題目只要沒有進來 你的議題就會被忽略 所以會發現到最後 法律圈內的人 民間團體的人 都要上來這個意見整體的平台留言 以確保他的東西不會被做掉 當然還是有題目被做掉 好像是等一下講的死刑 就沒有被納入討論 這當然是可以講的一個很明確的例子 所以就變成說 民意的形狀 從我的經驗來說 他永遠不是 可以直接而取得 他一定透過 某些團體的中介 他才能夠去 呈現一個比較小範圍的線索 那第二個 這個人的部分我們剛剛就講過 重點是那個紅色框框 最後這個協調 也被外面做了非常嚴重的挑戰 但是這個東西永遠不可能對外公佈 也不可能說 我為什麼把誰排除掉 我不讓他進來 那為什麼我讓誰來參與 這就是一些 我覺得透過這些技術的一個極限 那再來第三個是這個 預題全都錄的技術與政治 這個東西它 因為沒有去限縮 大家要 只能討論什麼 那它又留下那麼多議題 所以導致所有的議題 都必須盡可能被處理 所以呢 那官方又準備很多書面資料 所以所有的參與委員也必須在事前提供大量的書面資料去因應這個會議的召開 所以它出現了一個奇觀 它應該是中華民國史上 會前書面資料最驚人的一個會議 非常恐怖 我覺得它是留下了一個 大家都講說以後公民教育要討論司法全部從裡面完 因為它留下一個數千萬字的一個資料非常非常的驚人 所以這算是一個貢獻吧 所以最後它就出現了很多天燈 天燈的意思是說 大家對司法體系許了非常多的願望 希望它怎麼樣怎麼樣 最後有五萬多字 那這個時候我們進到下一個問題 這些東西要如何被執行跟落實 就到這張圖 這張圖我們必須很快的講一下 上面第一條軸線是 官方面臨這五萬多字的東西 它要怎麼辦 它只能依照前面很快閃過的 有做了十二大項的議題的歸納 它主動的來說 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做了什麼 那其他的東西 它大概就只能先放著 但是呢這個受到民間非常嚴重的挑戰 所以之後 形成了第2個階段 第2個階段意思是說 它必須把五萬多字 做結構化的切割 我記得切割成大概最後有400多個點次吧 每一個點次都有主辦的機關 要回去填表說 我對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你知道這是一個多麼崩潰的過程 因為我參與那個 從 五萬多字切成400多點的這個 崩潰的環節 那接後官方就必須走 把這個東西 全部 弄上這個平台 那其實這個東西是有 參尋全力 潛力的 它主要是依照所謂 國家人權兩公約的這樣的審查模式 也就是說 國際的專家對政府提出了很多的 建議跟疑問然後官方要回應 官方回應後 專家再給意見再批評 結果他現在也走這個模式 然後我覺得造成了一定程度蠻恐怖的 災難 這個線條過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現在 還活著的網站 也是可以在上面看到五萬多這東西被切割成非常小的單元 那每一個單元內 官方都必須要去說這個東西的問題跟背景是什麼 他要做什麼樣的回應 甚至連他的期程跟時間走都要被做 看起來很屌肉 對我跟你講這東西爛透了 為什麼很爛 我來跟大家說明 這個圖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怪異的狀況 我們把官方分成兩個部分 中間綠色那一塊是 實際在進行改革的規劃跟執行單位 包括了司法院行政院等等 那最左邊 有一個官方的督導 他類類是一個跨部會的協調的平台 去督導說什麼事情你要做 那最右邊有一個民間的監督 那大家的路徑可以看一下 民間的監督當然是找最左邊的官方去施壓 那這個時候官方承接了之後 他會去跟中間的執行單位說 民間對你做的 東西很不滿意喔 你要去做更多的改革等等 但是呢這個過程這樣走了幾次之後 裡面的那個中間有四個箭頭 那個路徑越來越不通 路徑跑到上面那兩個 官方等於把它監督的責任 外包給民間 老實說民間也沒有這樣的人力去follow這四百多個議題 所以它變成一個 看似它取得了一個直接監督的權利 實際上它是一個窮忙的狀況 那官方中間那一塊黑盒子 實際在說我們怎麼回應這些議題的人 他就變成了一個 寫作文吧 大家都知道我們官方最會寫作文的 非常會寫 這是他的狀況 所以我用兩張圖最後來 比較一下前後期的概念 我先看結論再回來 結論非常簡單我們可以看到 前一個階段官方其實對於各式各樣的技術 貌似是技術的外表 但是他用了很多的政治手腕在後面 控制 包括從議題 從 委員的參與 他用了很多功夫在控制他 但他不至於失控 那到了開完會之後 去消化這五萬多字的決議的時候 官方好像把自己給 平台化了 他讓自己的 督導官方內部推進改革的 這個權利跟責任 有一部分 相當權責不相符的 外包給民間的單位 所以我們回來看這兩張圖 外面是民間 綠色是政治 紅色是技術 民間有透過一些孔洞 參與了官方規劃的一些技術 但這個東西仍然被 政治的綠色的東西 穩穩的包住 還沒有到整個失控掉 那到了下一個階段 最外層依然是民間 再來呢官方變成一個 用技術的東西把它框住 他把自己平台化了 民間看似可以直接參與進來 但是裡面深綠色這一塊 就是我剛剛講的執行單位的部分 他其實沒有辦法 實際參與 我們來講結論 結論就這一張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我用唸的好了 非常非常簡單 時間的資源如果有限的話 官方跟 民間都無力去收拾 這麼多的 內容 所以他政治跟技術走向一個 負向的循環 政治要找技術來 支援他 讓他看起來是透明的 但是技術取代不了政治 他反而把自己 把政治平台化 讓政治失去他應該要負責的權利 那變成說官方寫作文 民間在作文的大海裡面撈貝殼 搞得大家都很累 對 所以結論就兩個 政治要先出來面對之後 技術的進場才是實質的 才不會面臨空洞化 那如果權責不相符的話 這樣的技術 只會去建立一個虛無的平台 讓大家窮嘛 好了報告到這邊 超過一點時間 謝謝 謝謝 好 那下一位講者在setting的時候 我也簡單 就是回應一下 易軒的部分 就是 其實我在看民間也 民間的利益 其實是真的很想要 讓官方能夠更好的 去做監督或者去做執行 但是 真的也是苦無 管道跟方法 去告訴 不管是執行單位 或者是官方的監督單位 就是 到底要怎麼樣 納入民間的意見 所以到 最後就變成只能夠用 有 好像有效的模式 比如說兩公約的模式 或者是說 比如說開放性的 監督平台 提問平台 這樣的模式 來試試看 好像這樣子 能夠逼迫官方回應 但是實際上效果 剛剛易軒也講了 那也許等一下 大家可以在 提問的時候有更進步的交流